有同学有问一个问题就讲的 如果有一个工作件 作用在工作件所有的外力 它的作用线都聚集在同一点 我说就可以当作指点 重点是大家记得 我们讲的那句话是说 我那个是作用线要聚在同一点 至于那一点是不是它的中心点 不重要不管在哪里 只要所有的外力的作用线 都会交在同一点 就算那个点是在边边 这个物体也不会转 也可以当作指点 我要讲的 不是在交汇点在哪里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是不是通通聚在同一个交汇点 我们现在刚刚介绍力 现在介绍的向量 第一个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向量 这一节大家注意到 你们的习惯是任何一个物理量 它有大小 也有方向 我们就叫向量 大家听清楚 我待会告诉各位 这个定义不完整 真正的向量有三个条件 这个物理量 第一它要有大小 第二它要有方向 第三 还有第三 它的加法要适用于平行四边形定理 就是那个力的加法 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这个物理量才叫向量 你们可能通过一下 不是每个有大小有方向的量 都是这样子相加 我们等下会证明给各位看 至少有一种物理量 它有大小 它有方向 但是它的加法 不符合平行四边形定律 所以那种物理量 不是向量 我要想到向量 一定是要满足 三个条件 大小跟方向 以及依据平行四边形的加法定理 那一般来讲 我们所谓的向量 像我们现在给各位举的 那个 我们本身呢 跟各位举的一些例子 OK 像长度 距离 就是位移 displacement是位移 还有时间 然后嘛 速度 加速度 角速度 角加速度 跟重量 这些都是有大小 有方向 而且它会依据平行四边形定理 那另外跟向量相对应的 我们叫scaler 也就是纯量 纯洁的纯 所谓的纯量就是只有大小 没有它的方向 例如我们这边举的一些例子 像时间 它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体积 面积等等 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OK 一个物体的长度 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但是 这边有两个 我们要特别让各位了解一下 这边我们讲的一个叫distance 一个叫speed 这个跟上面的向量的 displacement 位移 跟速度 是相对异的 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这样我们要分清楚 所谓的distance 指的是距离 就是两个点 之间的这个长度 这个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可是所谓的位移 dispacement 代表了什么呢 比如说我说 我现在这个指点 向东 位移了 三十公尺 就指的是指点 朝一个特定的方向 移动三十公尺 所以位移 它是一个向量 因为它有方向 如果我只是说 这个点移动了三十公尺 那这个就叫距离 距离distance 就是存量 这个是在英文上面 你们这要分清楚的 displacement 叫位移 它是一个向量 它代表了移动的距离 跟方向 如果我只谈distance 就只有移动的长度 但是不讨论方向 它是存量 另外这个speed 我们中文写成速率 没有这个点 速率 所谓的速率 指的就是速度的大小 速度也是一样 我跟你说 我这辆车子是向东 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 速率移动 所以我有大小有方向 但如果我只谈速率 指的这个车子 现在的速率 是每小时五十公里 我并没有讲方向是多少 这个是个名字 不要弄混 我在讲这样 displacement 跟velocity 是位移跟速度 它同时表示方向 也就是说 如果严格你讲一句话说 我现在这辆车子的速度 是时速五十公里 基本上你这句话是有瑕疵的 因为你一边讲速度 又不告诉方向 那是有瑕疵的 你可以说 我现在这辆车子的速率 是每小时五十公里 那就是正确 所以位移 现在你们就要把 displacement 位移跟距离 还有速度和速率 你们要给它 现在就要先分清楚 好 那这我们讲的 有一些物理量 它有大小 也有方向 但是 它不满足 平行四边形的加法律 所以 这个物理量 属于第三类 它不叫向量 但是它也不叫纯量 因为它不满足 那个加法律 所以不叫向量 它有方向 所以不叫纯量 那你们最常碰到的 这个是什么呢 角度的转动 而且大角度的转动 就是我要把 这支笔 转九十度 你不要忘了 转九十度 这是大小 我是绕着这个轴 有方向 这个大角度的转动 不是向量 这边 你们课本上 有一个很简单的图 你们现在看 它像一本书 我先绕着这个轴 反时针转九十度 变成这样子 再把它绕着水平轴 反时针转九十度 变成这个结果 可是我同样的 这本书 我绕着这个垂直轴 反时针转九十度 也变成这个 这两个图一样 所以就代表 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 很明显 这一点都不满足 平行四边形讲法 所以这个大角度的转动 不是向量 你们还可以再看 我们讲了 平行四边形的加法 这你们自己等一下 可以用一本书 自己试 平行四边形的加法 它有交换力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转动 是向量的话 我先绕这个轴转 再绕这个轴转 跟先绕这个轴转 再绕这个轴转 结果应该一样 你们有兴趣 等一下自己拿本书试一下 结果是不一样的 它也不满足交换率 所以这种大角度的转动 不是向量 但是要注意 如果这个角度转动 是很小 德塔系打 无限小的角度 将来在动力节会 证明给各位看 这个是个向量 它会满足 平行四边形的加法 可是必须是要 这个角度是无限小 非常小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前面 我们这边说 角速度跟角加速度 是向量 因为角速度 所谓的Omega 就是等于 每单位时间的 小角度的转动 所以 那小角度 很微小角度的转动 是向量 因此 我再强调一次 角度的转动 不是向量 很小的角度转动 以及角速度 角加速度 它是向量 这个可能是 大门同学以前 没有注意到的 一个向量 一个物理要是向量 满足三个条件 大小方向以外 还要加上 保证它的加法 是有交换性 或者说满足 平行四边形的那种加法 好 那现在我们就谈到 那一般的向量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是力量 它有四个特征 作用点 大小 作用线 跟那个方向 一般的向量呢 只有三个特征 它们不要作用点 一般的向量 像速度 你不要管速度的 作用点在哪里 所以一般的向量 只有三个特征 就是大小 方向 指的是箭头 还有一个呢 我们叫做方位线 Line of action 这也是名词 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要分 不分的吧 在力量 那个方位线 我们叫做作用线 因为它是一个力量 有作用力 我们叫Line of action 一般的向量 像速度啊 加速度等等 那个标准 只是它方位的 我们就叫方位线 Line of direction 但是同时 我们就把 这边讲的方向 direction 我们通常讲的方向 就我们刚刚讲的 向量有大小跟方向 它的方向 事实上就包括了 方位线跟方向 direction 如果你一直讲direction 就包含了Line of direction 跟sense 我要讲的 有一个不一样的 如果是力量 我们一般叫做Line of action 作用线 其他的向量 我们叫Line of direction 你不能很确定 就通通用Line of direction Line of action 是只适用于力量 因为只有力量 才有作用线 其他的向量 只有方位线 然后向量 有向量符号 这个建议各位 你们用 我们一般的 一般的向量符号 通常最常用的是 出体字 但那个打字 才能出现 你用手写 很难用出体字 所以我们通常 都是这边所讲的 给它上面用 一个双键 那个一个键头 或是一个单键头 或是上面加一横 或是下面加一横 用这个来区别 这是手写 比较常用的符号 用来区别 这是不是向量 纳色纯量 就向量大小 就在向量符号 这边加个线 代表它的绝对值 或者是 不要加任何符号 所以如果我这样子写 这是表示 这个物理量是向量 我什么符号都不加 就叫纯量 也不要用写底字 写底字也只有大字 才分得清楚 用手写 不是很容易分得清楚的 我们重点是 要告诉各位 你写符号的时候 这个物理 物理参数 它到底是一个向量 或是不是向量 你在写符号 应该把它做区别 以免人家误解 就我们刚刚讲的 只有力量 我们才会缠到作用点 为什么 像我们现在 你们看到的 抱歉被我画到了 这两个图 一个力量 注重在这边 一个力量 注重在这边 如果你只是考虑 这个力量 会不会使这个物体移动 那上下的图 感觉是一样的 可是你要考虑到 物体 这个力量 会不会使物体的形状 有点点改变 那这两个差很大 一个呢 会这边会变形 一个 是这边会变形 这也就是讲的 为什么 我们在谈到力量 这个向量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标出作用点 因为它的作用点的位置 就是它 也就是如果你要考虑到的 只是应用力学 净力 或是动力 作用点不重要 你考虑到变形 作用点就很重要 所以一般来讲 力量比一般的向量 多一个特征 所谓的作用点 那一般的向量 这不限于力 有分几类 第一类叫做固定向量 什么叫做固定向量 像力量就是重量 就是一个固定向量 固定向量 固定向量是说 如果我把这个向量 不管是作用点 还是它的方位线 有点移动 它会改变效果 这边你们就知道很明显 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 这个W 对这个板子的弯曲 是一回事 如果我的力量移到这 这个板子弯曲状况 马上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因此重量 叫做固定向量 意思是说 你不能随便乱移动的 那我们可以做 这个是不能随便乱移动的 第二种呢 叫做自由向量 像速度 就是说我的 那个方位线可以移动 比如说我速度是往右 我这样子也是往右 我平移到这边也是往右 我可以平移的 这个向量没有影响 速度来讲 这种速度 叫做自由向量 第三种 滑动向量 就我们前面讲的穿透性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考虑变形 只考虑 这个物体 会不会动 或者动的速度多少 我的外力 可以这个力量 可以沿着我的作用线 滑动 所以力量 可以叫固定向量 但也可以 如果你不谈到变形的话 它也可以叫做 滑动向量 那我们下面呢 很快的给各位回顾一下 向量的基本运算 正因为你们课本上有 为了完整性 我们也稍微说明一下 但绝大部分 各位应该蛮熟悉 所以我们就讲的快一点 两个向量A跟B 如果是相等 代表它有下面这几个性质 第一点 这两个向量的大小 一定要一样 第二点 这两个向量呢 它的方位线是平行的 而且方向也要一样 满足这个条件 这两个向量就相等 重点是要注意 我们并没有要求 两个向量相等 不代表这两个向量的方位线 要重叠 只要是平行就可以 所以你们现在右下角图 看到的A跟B叫相等 大小一样 方向一样 方位线平行 不见得要重叠 都可以叫做向量相等 好 第二个 所谓的负向量 如果一个向量P 负P叫做它的负向量 那P跟负P之间的关系 就是第一个大小相等 第二个 还是一样 方位线只要平行 第三个方向 就是箭头一定要相反 满足这三个条件的 这两个向量 就负为 负叫做对方的负向量 也是一样 没有要求方位线 一定要平行 一定要重叠 如果这是力量 更没有要求 它的作用点一定要一样 如果这是力的向量 这两个力大小一样 方位线平行 就是作用线平行 方向是相反 作用点呢 就不叫在同一点 它们都叫做 都是叫做为对方的负向量 再下面 我们考虑到向量的加法 OK 这个中间有两个 一个我们就叫addition 还有一个叫做composition 合成 这都是代表的 如果说我说把这两个向量 刷它们的composition 指的就是合成合力 那resultant 合力 是指的特定的 就是这两 就是如果这个是力量 只有力量 才有所谓的合力 其他都只叫向量的加法 或是我们所谓的合成 而那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两个向量加在一起 它的合力 就是把它的尾 箭头的尾巴 对尾巴 对齐在一起 画出平行四边形 然后从尾巴的端点 到平行四边 另外一个点 这就是得到 我们的向量的加法 P加Q 那这边也明显看得出来 加法满足 那个交换率 P加Q 等于Q加P 但是除了平四边形以外 向量的图解加法 我们用的更长的 是所谓的三角形 也就是说 本来是这两个向量相加 P加Q 我可以把这个Q 平移到这边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呢 Q向量的尾巴 接P向量的头 就是第二个向量尾巴 接到第一个向量头 然后把第一个向量的尾巴 连到第二个向量头 这个的结果 也是代表他们的合力 这个是P加Q 这个呢 就有点像Q加P 这个差别就是 这边是尾巴对尾巴 就用平行四边形的观念 右边这个 是一个向量的尾巴 连到另外一个向量的头 变成一个三角形的观念 那这也是一个 那这个三角形的观念 我们比较常用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扩充成 很多个向量相加 你要用平行四边形 好几个向量相加 平行四边形就把你画昏头了 这边我们先讲 然后从三角形观念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 两个向量的合 它的大小 跟这两个原来的向量的大小 相加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 因为三角形两边合大于第三边 所以一个向量合的大小 是小于原来的两个向量的大小相加 这注意一下 那我们可以把三角形相加的观念 隐身成为多边形相加的观念 也就是说如果是有好几个向量 以现在左边这个图来讲 我们有PQS三个向量相加 就我们讲的P加上Q 依照三角形 尾巴接头 可以得到这一个 然后再把第三S相加 得到这个结果 那我把中间过程去掉 就等于把这三个向量 按照顺序 把它移到 第一个向量头接 第二个向量尾巴 第二个向量头接第三个向量尾巴 然后把第一个向量尾巴 接到最后一个向量的头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连加 所以这个就是多边形 右边就是一个多边形 那这个是 为什么我们图形 用三角形多边形的观念 来做相加 比较容易 然后用这个观念来讲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 几个向量相加 这两个图 我不在那边细讲 这很简单 这两个图可以证明 向量相加满足结合率 就P加Q加S 你可以先把P跟Q加起来 再加S 也可以把Q跟S加起来 再来加P 结果是一样的 而这边这个图 就是用图结完容易的 告诉我们 顺序 它三个以上的向量 也可以满足它的交换率 P加Q加S 等于S加P加Q 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 利用图结法 来解决向量的加法 那下面呢 我们谈到向量的减法 如果有两个向量 一个P一个Q 所谓的向量减法 我们就是用 加上一个负向量 所以P加Q P减Q 等于P加上负Q 因此像这边讲的 我本来这边是有两个向量 一个P 一个Q 我要用P减Q 就把这个Q呢 先做成负Q OK 变成负Q 所以就P加上负Q 那这一个就得到了 我们的P减Q 这是你们课本上的讲法 OK 然后你们知道 向量的相减 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我还是照原来的 当作我要做加法 这是我自己画的 你们干嘛没有 这是我们的P 跟Q 合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你就会看到 我从这一点 从这一点 连到这一点 是我P加Q 可是从这一点 连到这一点 你们看 就跟我旁边的 那个蓝色的P减Q 是一样 然后这个绿的P加Q 所以任何时候 两个向量 你都可以把它尾巴 对尾巴连在一起 画一个平行四边形 一边的对角线 是P加Q 另外一边的对角线 长度跟方位 就是P减Q 只是你们自己要记住 P减Q就是从Q的 如果是用平行四边形的 做法的话 就是从Q的箭头 连到P的箭头 不要连反 连反的话 你刚好得到相反的答案 连反你会得到 相反的答案 这向量的成法 那最后呢 我们这边会跟各位 谈一个向量的乘法 向量的乘法 有好几重 我们先介绍最简单 就是一个存量K 乘上向量P 如果K是大于0 就像这一个 K是大于0 那也就是代表 出来的结果 K跟P的结果 它的向量 KP跟P相比 它有同样的 它的方位线互相平行 大小就是原来P的K倍 方向一定是一样 这两个是正的 那如果是负的话呢 也是一样 大小就是K的绝对值 乘上P的大小 方向相反 方位线还是平行的 这就是KP 那最重要的 如果K是0 乘出来结果就是0 这是一个所谓 向量的乘法 那我们现在下面介绍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呢 Concurrent Force 我们叫做 共点力 这只限于力的 意思就是 所有的作用 所有的力量 必须是它的作用线 是交在同一点 这种力 我们就叫做共点力 记住 力量 只有属于共点力 它才能够相加 那相加还是一样 用刚刚多边形的加法 我们要强调是说 力量 很特别 你一定要确定 它是作用在同一点 作用线 集中于同一点 不管那点在哪里 就会变成共点力 只有共点力 才能够直接相加 我的意思是 大家看好 我这只笔 如果这边有一个力量 这边也有一个力量 这两个力量 我不能够随便把它 加在一起的 我必须要先设法 把某种力量 移动到这边 或把这边的力量 移到这边 它才可以相加 这是力量 力 这个相当一个特色 那个 我们到时候在第三段会 跟各位强调 我为着要把 因为我为着要把力量 移到同一点 它会要产生某些补偿效果 我们必须要考虑 第一张我们会弹道 这边只告诉各位 concurrent force 叫做共点力 力量一定是要 作用线都移到 都集中在同一点 你才能够相加 那怎么移动 我们第三章会跟各位介绍 刚刚第二节 我们很简单的介绍 向量的基本概念 跟它的基本运算 那是各位很熟悉的 除了一两个小节 小细节以外 说不这边多说了 那我们这一小节最后 跟各位介绍一个例题 那是你们课本上 23页的第二个例题 这里有重要 它很单纯了 我们现在呢 这个bug指的一个平底船 这边有一个平底船 然后我们用两个拖船 一个A 一个C 要来拖这个平底船 用两个绳索 这边的绳索叫T1 这边的绳索叫T2 我们可以看到 T1跟水平轴的夹角 是30度 T2跟水平的轴角 是α 那我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T1跟T2的合力 刚好等于25kn 你记得我们刚才讲 k是10的三次方 就说等于25千牛顿 25千牛顿的力量 而且是刚好变成水平 也就是等于说 这两个我们知道 这两个力量变成了合力 刚好就是等于一个水平的力量 然后大小是25kn 我再想想这个k一定是小血 那他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点 我已经知道 这两个力量的合力 是25kn 沿水平方向 那我在α的角度是多少 因为你们知道很明显 第一个是 如果α等于45度的话 就是上面三次 下面45度 那作用在T1跟T2 这两根绳索的拉力 分别是多少 这个等于是一个设计问题 我知道 我要有25000牛顿的力量 才可以把这个平底船 往右边拖 那我要分别 那我也知道 它的角度30度跟45度 我要知道这两根拉力是多少 我知道了拉力 这就进入选目的 我算得出拉力 才能决定 我要选多粗的绳子 不要拉到一半就断了 那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看起来比较tricky 它是问 我希望T2 也就是中央在C的这边 这一个的绳索的力量是最小 那我应该叫α是几度 也就等于说 很明显α不同的角度 我作用在T2的拉力会不一样 那我希望是T2拉力尽可能的小 那我α应该几个度 我怎么选择α 这两个都是一个设计的问题 那基本单 第一点我们就知道 这个T1是向量 就知道T1加T2等于25KN 朝右 说明画这个图 这边是T1乘30度 这个T2乘45度 大小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合力 但我们知道这个合力 是25000牛顿朝右 所以我们依照三角形的 那个本身依照三角形的加法 把这边这个的T1 搬到这边形成三角形 所以这边跟水平轴的夹角 是30度 这边跟水平轴的夹角 45度 那这边呢 就是105度就很清楚 然后我现在要知道的就是T1 抱歉 这是T1跟T2之间的大小 但我知道这边是25000牛顿 因此 我们用最简单的三角形的正弦定律 就是T1比上 你知道就三角形的三个边 跟对角的扇影值相比 都是一样的 所以依照右边三角形 T1 T1比上扇影45度 等于T2比上扇影30度 等于25000牛顿 比上扇影105度 所以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T1 大概是18.3千牛顿 T2呢 大概12.94千牛顿 这就回答了我们第一个问题 这边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有两个 基本的三角函数定律 要牢牢记住 这是第一个 三角形的正弦定律 我留点位置 另外一个 是三角形的余弦定律 你们知道就是A平方 等于B平方 加C平方 减掉两倍的BC cosα 这个公式就是三角形的三个边 是ABC α 就是B跟C的夹角 那α的对角的距离平方 A平方 等于两个夹边的平方和 B平方加C平方 减掉两倍的BC cosα 我这样写大家应该有印象 这个三角形的余弦定律 一个正弦定律 一个余弦定律 绝对不要忘掉 我们在应用律上 常常会用到它 因为要用它来决定某些角度 或是某些尺寸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呢 我们就是讲的 依照正弦定律 直接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结果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要使T2最小 让我的α角度 应该是多少 也就是T2跟水平轴的夹角 那我们的关键就从这边看 我们现在 这个图的画法 我告诉各位啊 我是第一个 我知道结果 是25kn 25kn朝右 所以我先把这条线画出来 第二个 我知道T1 大小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它的结果 一定是 它的作用线 一定跟这个水平轴 成30度 所以我可以把这条虚线 给画出来 那第三个 那我们是T1加T2 等于我的25kn 牛顿 那所以呢 我的T2就从这边 夹角不知道 可是就分别画 那你就看 任何一条线 就是它的某一个角度 对应的结果 那这边一看 我们就看出来的结论 是什么 如果你要使T2最小 从一个点 到一条线的距离 最小的就是垂直线 所以我们得到了 这边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 必须是要T2的作用线 跟T1是垂直 也就是这边要垂直的 这个地方 要垂直的时候 T2的距离就会最小 所以我就知道 T1跟T2的夹角 知道T1跟T2的夹角 这T1 这个T2 我知道这边是90度 这边又是30度 那这边呢 就马上可以算出 这边就60度 马上可以算出来了 也就是只有在这个时候 就是两个向量相加 大家听好 这个结论是 如果两个向量相加的和 就是我的和的大小 跟方向是固定 那其中一个向量 一个力量的大小跟方 一个力量的方向是固定 我要使另外一个力量 是最小值的话 唯一的条件 就是这两个力量 一定要垂直 一定要垂直 这图就告诉各位 这件事 两个向量相加 如果它的结果是固定的 然后其中一个向量的方向 不变 我要使另外一个方向 它的值是最小 那唯一的条件 就是这两个向量 相加两个向量 一定要互相垂直 那有了这个以后 剩下就很简单了 所以T2就等于25Kn 乘上上以30度 算才是12.5Kn 刚刚呢 45度的时候 是12.94 那现在夹角是60度 就跟水平头的夹角是60度 它是12.5 所以我们得到的答案 就是60度 也就等于是说 我的α等于60度的时候 我T2绳索 所受的拉力会最小 我再强调 这句话 它基本意思就是 如果两个向量 T1加T 就两个向量相加 的结果是固定 就大小方向都不变了 那其中一个向量 方位线不变 我要找到另外一个向量 使它的值会最小 那唯一的条件就是 这两个向量 必须要互相垂直 好 这个结束了我们第二个小节 今天讲了好几个小节 但因为都比较单纯了 那我们到这边为止 跟各位介绍什么是力 什么是向量 最要各位记住的 因为向量的代数 你们都很了解 所以我讲得很快 二字二节只有两点 大家要记住的 第一个向量的定义 不只是大小跟方向 这个物理量必须含要加法 是满足平行四边形的加法 才叫向量 大角柱的转动 不叫向量 第二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例题所讲的 两个向量相加 如果结果是固定 而其中的一个向量 方位线不变的话 那要使得另外一个向量值 是最小 能够满足条件 就是必须这两个 相加的向量 它的作用线 或是方位线 是互相垂直 在这个条件之下 OK好 这个就结束了 我们第二小节 我们下个礼拜 跟各位介绍 第三个小节就讲的 因为你们看到 向量相加 如果都用图解法 是平面的 我们举例子是平面的 如果是空间 你要用平面的多边形 找它的尺寸 那个几何问题 就很复杂 所以我们第三小节 告诉各位 真正如何把一个向量 拆解成分量 然后直接用分量相加 感谢这些